第九十七集 流到了九霄云外 急哄哄的吩咐仙俄 将阿琪喜欢的吃食备好 这样犹豫不足 天启响起这小子 老是念叨着 当年在青池宫种下的无花果 便一声不吭的出了上古界了 打算悄悄的 把那几株根苗给移回来 无花果乃上古界的神果 也只有神力充沛的上古界 才能让他生开 祥云落在青池宫外 金义人远远坐在华镜池旁 一身墨绿帝王古袍 眉间素冷 天启为一条眉走近道 凤然 你怎会在这里 凤然倒是此时才发现他 也是一争 端起了石桌上酒杯 朝他一静 笑道 天宫里头规矩大 着实麻烦 无事的时候 我便来亲之宫透透气 天启 你今日怎么突然下界了 上古界的情况 天启早已捉神价 传了消息下来 凤然自是知道 如今上古界全赖天启之掌 反正时间还早 又久逢固有 天启干脆坐到了凤然对面 道 阿启前些时候溜出去玩 这几日快回来了 我回青池宫 把无花果给移回朝圣殿去 他见着的也能欢喜些 凤然愣了愣 见天启提及了阿启时 眼底满满的笑意和宠溺 突然道 天启 你真的不接欢 阿启是白觉得骨险 坐在对面 端杯敏酒的人 放下了酒杯 看向凤然 身子的瞳孔里 是纯粹的淡然 笑了笑 恐怕这几年 那些老上神 也想这么问我 我瞧着都替他们憋的话 凤然 这话 你想问很久了吧 凤然 面色有些尴尬 端着杯子 随意灌了一口 眼 移了意 阿启出事的时候 只有巴掌这么大 像是陷入了 久远的回忆中 天启看着自己的手 比划了凉下 眯着眼 望向了青池宫的方向 童色出神 那时候上古沉睡 整个青池宫兵荒马乱 你又是个不经事的 他天天哭 明明一出事就有真神之力 丢到妖兽群里 也没人敢招惹他 我却偏担心 怕把他养不大 养不好 估计也是想起了 那个时候 天启 整天抱着个奶娃娃 在花景池边 哄着的清景 凤然没脚一扬 接了一声 是啊 那个臭小子看着好眼 其实是个祸害人的金贵名 其实是个祸害人的金贵名 天生除了你 他谁都不让碰 等他再大一点 我都懒得去朝礼物 换的那些阿杂事 整天想着 他要是长大了 问我他娘亲去哪儿了 父神去哪儿的时候 我该怎么告诉他 他才不会难过 可是他比我想象中更坚强 更勇敢 瑰丽的毛子里 闪着柔和的光芒 天启 看向凤然 神色隐隐骄傲 夫人 那是我亲手带大的孩子 他传承了我的意志和骄傲 这一点 谁都无法改变 纵使这六万多年 世界洪荒倒流 纵使他不愿意承认 厚持和亲母当年的刻骨铭心 纵使他看着阿杂 已天天长大 和白绝相似的脸 可是 那又如何 阿杂是苍天赐下的礼物 不只是他 还有上古 将来之与 致阳 同样如此 他们残破坎坷的六万年空白 也因为阿杂的存在 被渲染上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色彩 没有人比凤然更明白 这百年的陪伴里 阿杂对天启的重要 他看着天启邪似的眉眼 一点点染上了温情的暖意 却突然想起 两年前天后对他说过的话 心底酸涩起来 天启 即使上古 永远也不能如当年的后池 对期末一般的对你 你也不介缓 天启笑了笑 举杯不语 即便是将来他永生永世 只能视你为友 你也不打算告诉他 对你而言 他远不止如此 凤然不知为何 眉间染上了点点怒意 声音凛凛起来 警舰离去后 若说这天下间还有什么能让凤然轻易动怒的 便是那些用尽生命去爱 却到死都不肯开口的混账 他明明知道 一上古的心形 他若不说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凤然 明白凤然为何生气 天启揉了揉眉角 正准备告诉凤然他的打算 却被他淡淡的一句话 给定住了身了 即便是六万年前 你差点为了他 毁尽三界血脉 受下界苍生永世唾弃之恨 你也从来不打算告诉他 对不对 凤然的声音里 有抹苍凉的疲惫 他看着 陡然眯起眼的天启 毫不相让的赢了上去 两年前 在天地化为石龙的晴天柱下 吴幻最后告诉他的 便是如此 上古届时 月明大寿的那一年 天启替上古看守乾坤台 感应到了祖神晴天 自虚无中降下的玉址 混沌之劫 会在一千年后 在下劫降临 上古的混沌之力 能挽救苍生 阻止这场浩劫 让三界存活下去 可同样 耗尽了本源之力 救下了所有人的上古 也只有燕消云散 这一种结果 六万多年前 天启根本不是为了 炼花三界而布下的 蔑氏阵法 而是借蔑氏阵法 来提早引下混沌之劫 以三界的混沌之力 来阻止这场迟早会降临的劫难 没有人知道乾坤台上 祖神曾经降下过玉址 除了不小心 才创下的三界才创下的三界生灵 上古是世间唯一拥有混沌之力的真神 只有他才能阻止 只有他才能阻止混沌之劫 灭仙 妖人三界是唯一的能救上古的方法 六万年前 凤然凤然几乎不能想象 当选择了灭三界 来救下上古的天启 在下界知道上古以身殉事 挽救苍生的那一刻 到底是什么心情 所以他才会闯回上古界 没有心神顾及上古消失之后的上古界 该如何存活下去 反而不顾一切的和不明真相的智阳 白绝大战 知道逼得他们将他封印在了下界 因为对他而言 是他提早引下的混沌之劫 毁了上古最后千年的岁月 尺边笔波荡漾 清风拂来 凤然抬眼看向了天启 出生的许阳在他的身上 落下了淡淡的鱼影 头微垂 眉宇紧重 向来归离魅惑的容颜 方思在顷刻间 颓散了下来 子发轻轻地落在肩上 却了无生机 他望着这样的天启 突然间 失了言语 不知如何宽慰 华镜池旁 静默无声 仿佛过了无比长久的岁月 又仿佛只是天地初开 画过了一道暑光的时间 天气缓缓抬头 看向凤然 紫色的眸子依然深沉 却又多了点点笑意和稀进 老掉牙的皇礼了 凤然 你什么时候也跟那些碎嘴的妇人一般 欢喜说这些陈年旧事的 凤然神色一将 瞥了他一眼 懒得理他 撑吧 看你们这些老妖怪 能咬着牙撑多久 无论当初如何 如今总归万事太平 有些事 你就当做从来都不知道好了 这是警告他 别让他在上古的面前提起吗 凤然皱眉 见他神色认真坚持 点了点头 时候也不早了 我替阿琪拿了那几株无花果 就回上古界了 等得了险啊 你回上古界一趟吧 我看上古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念着你 天气起身 朝宫内走去 行了几步 却又顿住 背对着凤然 缓缓开口 凤然 不要以为是上古欠了我 在六万年前 他以身训事来救我的时候 早就不欠了 如今早已经予过天晴 当年孰是孰非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还能等到 上古归来 守在他身边 所有的过往都不再重要 清缓的脚步声 渐行渐远 凤然轻叹一声 复杂的回望了一眼 回了天宫 清雀宫内 那是后迟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长雀点头 想起了仪式 道 神君是为了小神君 才回来一枝无花果的吧 天气咳嗽了一声 眼晃了晃 点头 自从小神君去了上古之后 她的宝贝 我都收在了内骨 神君不妨一起带了回去 想起两年前 阿琪在上古的高压下 将一众宝贝留下来时的哀怨模样 天气点头道 反正也来了 能拿就拿回去 说着便朝内骨飞去 骨内不大 却别有乾坤之境 绿意盛然 小瞧尽头 几间小屋错落有致 大片的莲池在屋外环绕 长雀指着中间的屋子道 那是后迟神君小时候住过的 左边那间 置访着阿琪小神君的宝贝 想不到古君看着拉里拉遢 倒是颇有雅趣之人 天气笑道 长雀摇头神色压抑 神君难道不知 这里不是古君上神布置的 不是古君 还能是谁 莫不成是凤染那个大老粗 天气微微疑惑 是百玄上君 长雀说着行过了小桥 进到智房阿琪宝贝的小屋前 将木门推开了 即便是在清池宝住了百年 天气也极少听到关于博玄的事 只知道他照顾了后池几万年 却在后池至起后失踪 再发现时 已冰睡在北海 小屋内干净朴素 不少小玩意儿淋淋总总 天气将阿琪的宝贝 从暗架上拿下来 装进乾坤袋 扫到了桌上一屋时 陡然震住 活灵活现的木雕小蛟龙 安静的被压在了一对金灿灿的宝贝之下 却没有黯淡失色 反而看着淳朴质然 煞事可去 长雀 这是 长雀见天气盯着那小蛟龙 恨不得戳出个窟窿来 挠了挠头 这个 后知神俊小时候心力微弱 老是不能化形 白玄上俊便雕了这个小玩意儿给他玩 他本就不是蛟龙 能化形才怪 这是白玄雕的 天气的声音暗哑的有些不正常 长雀蒸蒸的点头 长雀 白玄是什么时候来青植宫的 天气神色间 治了一抹不自觉的冷凝出来 长雀吻了吻心神 老是道 下君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意思 长雀在青植宫 自隔最老 甚至比凤然也要来得长久 怎会不知道 伯玄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那时候下君 还只是这麒麟山脉里的一棵松树精怪 还未修成仙 不过在下君 被古君上神招入青植宫 前 百玄上君就在了 好像是在天后去了天宫 古君上神带着小神君回这里时 百玄上君也一起回来的 长雀顿了顿 仔细回忆 后来古君上神常年在外先游 这里便交给百玄上君打理 外界中人一直以为青植宫是古君上神见下的 其实不忍 当初天后离去后 此处便废掉了 这座青植宫是百玄上去后来重新修建的 只不过青植宫很少有先军踏足 所以这件事 并不为外人所知 青植宫的守护法阵 明显是上神之力才能布下 天启一直以为是古君 如今他才明白青植宫从来就不止古君一个上神 长雀话音落定 天启突然抓住了小蛟龙 转身朝隔壁的小屋走去 轰然声响 木门被推开 天启站在了门前 身色缓缓凝重 比起隔壁干净简朴的布置 这间里面绝对算得上奢华 即便是尘封数百上千年 也可以看出当初主人好下的心力 天启慢慢走近 每头一点一点的周景 北海深处的龙岩香 万年梧桐树雕刻而成的毛笔 蕴阳千年才得树低的悬樱石墨 静静的被放置在了酱子的桌案上 即便是天宫也难得有如此浪费的布置 可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这上面全是上古惯用的东西 天启的眼落在了桌案一角的茶炉上 端起闻了闻 眼眯了起来 清甜为干 是上古喜欢的口味 他回转头 屏风上挂着几件不大的衣袍 纯黑浅薄的色彩 画纹简单 古朴大方 是上古一向的风格 他几乎不用再继续看 就比谁都明白这间房的布置处于谁的手笔 整个上古界只有那个人会比上古自己更了解他 他垂下头 看着手间的小蛟龙苦笑了一声 也只有他才能雕出这种神力充沛 活灵活现的木雕来 天气无比憎恨自己的好记性 才会在一眼间就看出了这只蛟龙的来历来 他若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会更好过一些 这里从来都不是为了后池背下的 从一开始 这座青池宫 长雀 凤然 甚至是古君和这六万年安宁平和的人生 都是白绝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为上古准备的 难怪当初古君在苍穹之境上眼笑云散时 青池宫的护山阵法没有消失 因为这座宫殿的真正主人从来都不是古君 而是白绝 白玄 白玄 青木 白玄 兜兜转转 到最后 竟然都是他 六万年日升日落 月满星辰 他居然连一瞬世纪 都没有从上古的人生中真正消失过 很多很多年后 天启说 他这一世只有两个瞬间曾经觉得恐惧不安过 一个是上古训事的时候 他内疚绝望到生无可恋 还有一个就是在知道博旋是白绝的那一刻 不知原因 无分因缘 却呼吸到难以自持的明白 他失去了上古 永远 你只能让人归分留下 女人 无论 有生忧 通了 未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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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